我仍會全力的奔跑 全力倒下 全力仰望著頂上的天空 美聲歌王林志炫新歌一盞高亢 優美嗓音也宣布時隔六年 五月重返小巨蛋開唱 終於 距離現在最近的演唱會是 2020年的1月11號 我在澳門 我回來之後 開始各地的封城啊 疫情就開始了 三年前就規劃 卻在去年下半年才順利申請場地 林志炫說隨時準備好 也將30年歌唱生涯唱進歌裡 蝴蝶飛過的時候 伸出手 非常熱愛 而且願意去精進他的事物 是真的能夠讓你在心靈上面 變得年輕 無數經典無論離人沒離開過 都掀起班唱潮 新歌也有年輕聽眾關注 給你一下留言 太棒了 我覺得這要給他鼓鼓掌 先留下好的東西 至於你現在能不能馬上get到 其實那不是我關心的 我為了唱歌的水平 我可以比如說 充足的睡眠 充足的水分 然後辛辣這部分不碰 然後冰水不碰 將唱中英日文 曲風搖滾爵士百老會等 經典歌絕對不會少也不乏翻唱 我不會為大家打造 太多適合大合唱的歌曲 我自己感到 我很想聽台唱唱 但我不會想要聽 四周位的人大聲一起唱 另外 東方不敗張青芳也宣布 六月睽違八年公彈 彈焉多次又不如休息念頭 但歌捨不下歌迷期待 樂壇資深唱將 首首金曲將喚起歌迷回憶 TVBS新聞綜合報導